蔡卓賢參加完好姐妹仲恩和在美國的婚禮之後 回到香港真是忙過不停 不止和Shai合作拍戲 這人又和台灣藝人吳行人、吳浩康、林德信等 出席另一套戲的開鏡儀式 不過再忙都好 阿莎都不會忽略家人 透露一早預留了時間 和家人慶祝父親節 一早在17日已經一早就記錄了家 因為其實不只是父親節 和我母親生日 她擺大壽 所以一早就請假 不用記錄了男朋友的幾天 我不告訴你 我有分數 這次阿莎和吳行人這個組合 不止給大家新鮮感 她們在戲中還有很多挑戰 不韓人就挑戰講廣東話 現在就要跳性感的鋼舞 上了幾堂 辛苦嗎 都OK的 因為其實在電影裡 也不是說到我要跳到很專業的 反而還要有一個過程 因為在電影裡都是說我剛剛去學 所以都要演從色到色 所以你今天就送了一雙鞋給她 對 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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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阿莎還說這次是從影以來最複雜的角色 除了跳鋼管舞之外 她還要和吳浩康上演新熱戲 搞到她都說這次真的很考演技 跟阿DEEP第一天已經拍一些很親密的鏡頭 可能當時的狀態還未完全100%投入了這套戲 所以我覺得有點尷尬 在拍之前我都花了些時間去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因為你說大家本身都認識了這麼多年 要去拍一場親熱戲 或者一些這麼近的接觸 只是演情裡已經會有一些尷尬的時刻 所以會…但一定要放下 不止吳可仁和阿DEEP的 阿莎今次和朗德遜都有對手戲 還會對著對方跳鋼管舞 搞到Alex都說好期待